巴黎奧運即將在二十六號開幕 地主法國加緊準備相關活動 而在安全維護上更為重要 特別是開幕典禮的選手遊行 並非傳統的繞場一週 而是搭船沿著塞納河 接受民眾歡呼 因此動員多達超過四萬名的警力 以及數千名正規軍加入 平時遊客眾多的景點 現在也是如臨大敵 巴黎市中心除了柵欄巨碼 到處封鎖 許多路邊的露天咖啡座 也像這樣用金屬欄杆封二起來 不過這並不是為了新冠病毒疫情的封城措施 而是奧運開幕期間的安全警戒 這次巴黎奧運的選手遊行並非傳統大型賽會 由選手繞場一週 而是搭船航行塞納河約六公里 接受沿岸觀眾的歡呼 因此法國軍警雙方對於安全維護 可以說是如臨大敵 已經安裝完成的座位區 正有警員帶著特別訓練過的警犬 要用嗅覺找出可疑的爆裂物 另外根據法新社整理的這份偉岸地圖 從艾菲爾鐵塔左邊的區域開始 一路經過羅浮宮巴黎聖母院 再到奧斯特里茲車站右邊的區域 其中最靠近塞納河岸邊的灰色區域 是所謂的反恐區 除了持有奧運專用的通行證之外 人車一律禁止進入 隔範圍更大的紅色區域 行人與騎單車的民眾 也必須有特別合發的通行證才可以 二十一號正逢星期天 天主教教宗方济各按照慣例 面對聖國多路廣場的信徒 發表祈禱演說 當然也特別提到即將來臨的奧運盛會 教宗在祈禱文中指出 從烏克蘭中東到緬甸 戰爭帶來的破壞與死亡有目共睹 而戰爭不會有贏家 教宗希望奧運能成為團結人心 邁向和平的力量 公視新聞 許家仁編譯